第五章 基督使人得自由 基督釋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暂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博的握协制 在基督里 割礼无功效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 确实的说 他是欠着行传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清移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聚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意 原来在基督耶稣女 受割礼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信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道 不时出于哪召你们的 一点面孝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 狠信你们 必不怀别阳的心 但搞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全割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 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恨不得 那搞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爱心乃包括 全律法的意 弟兄们 你们蒙照 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 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圣灵和情欲为敌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移意见的 就如奸淫 污蔑 邪荡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增敬 忌恨 脑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疾导 醉酒 方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徒虚名 比此野气 互相疾导